最后一个单独的卦,我们收尾了 然后就讲喜马拉雅的一些任务话题 火水未济,难知穷也 前面说过什么四大难怪,多少难的 这个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卦 那么,火在上,你说离火大雨来了 如日中天不好吗? 那下面是水,就不好 那水当然也煮男性 火,离火,九字大雨,都说好 来个女皇,你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样 历史上不是没有过 不光是五字天一个人 那就是物质,智商 女人啊,一些财物啊,都代表因 代表物质 他吸收的是这些 我们来看 这个卦就完了吗 未济 可见,还没完 没完没了 地济 完了,还有未济 那未济就从头开始 说哼 到底哼不哼呢 就像什么呢,比方是小狐狸过河 打湿了他的尾巴 不太利于 有收益 这圆哼立,光哼通,他反而不立了 就你这个路走不远,大事不行的 不能长期如此下去的 出溜 出溜 这挂所有的窑都不当位 但是,他反而相应 要苟且 苟且 苟延参传 那么 刚开始就打湿了他尾巴 他出游不当位 一开始 根基就不牢 不会走 就想跑 又想飞 又想游泳 可见 结果是不太好的 但是也不会暂时 马上就出大问题 因为 孤孤追地嘛 那小孩子能办多大坏事 九二 中 妖 可见一般的都说 不会太差 底下还有一个 衬托他的阴阳 他是阳的 只不过有点激进了 他非要渡河 就扒着轮胎 游泳圈呢 或者什么什么呀 拽着轮子走啊 那勉强还是能走的 到了六三 危机 三度凶了 那你再冲 就凶了 你没那个能力 那 反而告诉你 立舍大船 就是你初心步 不要忘 将来 还是有希望 更多的是勉励你 而且 这一切呢 就好像是 没有 头一样 没头没尾 你就不断地 只要人 你还有一口气 还活着 就要去努力 九四 在钱包里边是 挑战 高峰的这么一个 踏板 一个机会 他说 你挑战了什么呢 好像是 打比方战争 又多年 打赢了 一个国家 那 他这个 结果 暂时就是好的 因为你阴 一般都说不好 你缝了阳 那这个时候 又好一阵 一阵一阵的 六五 在军委 又有相应 又有衬托 衬托的是最高的 所以呢 暂时还是可以 吉祥的 它也是代表享受 阴阳 上九呢 虽然你努力 但是 这个结果 那游戏还没有结束 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 没完没了 我们转战喜马拉雅 主要在那块发展